那为什么平时 有人讲了 你们这个说的 平时为什么不献起钱 怎么要到灵灯的时候才能献起钱 这样我不能相信 你要佛菩萨很灵的话 应该平时献我起钱 也有人会这样讲 其实不是佛菩萨 平时不献起钱 佛菩萨平时都是在这里的 只是我们看不见 那为什么看不见 灵灯就能看得见呢 那灵灯怎么就看得见了呢 因为我们平时 就是佛菩萨他这种存在 他和我们这种新的 就是不在一个频道吧 他不是一个维次的 那我们虽然念佛 这句名号当中就有佛 有慎重庄严 有净土庄严 什么莲花宝座 在这句名号当中通通都有的 那有的为什么看不见呢 因为我们的平时 就是根成石 六根对六成 而六石这种妄念交织 这是我们的心的状态 而且我执邪剑很坚固 它就是很密封的 这种惯性的思维 这种意识的形态 这种妄念交织的状态 把我们整个的心呢 就像一个喝 八字算命书 雅成八字命令 是基于生存八字推算的 一门占卜书 向大家推荐一位 研究八字命令 二十余年的道长 擅长八字算命 居家风水布局 林福法事 道长微信 二零八八 二九八八 你这个妄念交织的网络 就像那盒子已经 打开了 这个就 它溃烂了 溃散了 林中是 好像我们从这个生命系统 要到另外一个生命系统 这个电脑系统开始切换了 这个 这个盖子打开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就看见了 并不是说你林中的时候 你有什么本事啊 我怎么怎么样了 那如果你有本事 你平时像上大师 你正如恋佛三昧 不要到林中 你平时就能看得见 那就像什么 那就像你自己 就是有这个神通道理 你进了这个盒子里边去了 那当然里边什么 都看得很清楚 那现在我们看不见 因为妄念 把它密封起来 都是妄念 你烦恼障眼 虽不能见 大被无倦 常召我身 所以这个 也是很轻松的事情 就像个盒子里边 本来里面有个月饼盒 里边就有个月饼 里边就有月饼 那你看不见 不是你打开的时候 月饼才飞进来 是他本来在里边 你看有玩魔术 好像一打开就有了 其实他已经放进去了 那阿弥陀佛念这句名号 我们这个心 就像那个月饼盒子 那么这个 饼就已经放进去了 什么净土庄严 什么宝花莲座 都在里边 平时就在互列我们 就在接引我们 但是我们看不见 这就是密封了 那林中呢 刚刚讲的四大分离 诸根坏散 这就是打开了 这就是打开了 我看不见了 这就是打开了 我看不见了 这就是打开了 这就是打开了